黑色轎成逆向集体马路中央 两名凶神恶煞豁素下车持铝棒 和辣椒水蜂蜂攻击前方的多元小黄 双方在马路中央爆发冲突 现场交通乱成一团 不仅小黄司机后头的两名乘客 也惨遭辣椒水攻击 小黄司机急忙想逃离现场 但嫌犯攻击猛烈目警民众都被吓到 听到那声音没有吓一跳 有啊 大家都吓一跳 我嘛 我们在里面看的 放得扁扁扁扁 这起暴力冲突事件 发生在宜兰光复路与民生路口 机忙深入了解 发现两名嫌犯和继承车上的两名乘客 曾经在KTV发生口角冲突 双方不欢而散 嫌犯火伤心头决定报复 竟然跟踪对方后拿铝棒狂砸 无辜小黄 继承车挡风玻璃全碎 车体也都有凹陷毁损痕迹 机忙立刻调解射器将嫌犯逮捕到案 驾驶自小客车尾随被害人车辆 全案一 妨碍秩序 伤害 毁损 恐吓等罪嫌 移送侦办 嫌犯拿球棒当街暴打 喷洒辣椒水 无辜小黄被卷入身材工具 全被砸烂 真的好奈 记者林一神西区亚一栏报道 有的时候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 三分钟 三分钟就会生成 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 真的 那这一组呢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